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寒 在本期视频里面呢 我接着大家去了解 下一所美国非常有名的商学院 Georgshund University McDonald School of Business 乔治城大学的 McDonald商学院 这是一所排名 25名的商学院 它排到了Rice University的上面 以及Vanderbilt University的下面 就是排到了莱斯大学的上面 和范比德堡大学的下面 能在这个排名的话 也是非常的可以按照 现在中国有句非常流行的 比较好后 25名的商学院的 中国实力的排名 并且它所在的地理位置 在Washington D.C. 在美国的首都 所以说这所商学院呢 可以说是实力强悍 我们今天呢 就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这所商学院 我们今天可能会使用 Threat Analysis 叫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和Threat 就是它的优势, 劣势, 它的机遇 以及它周边的竞争大学的环境 包括中导跟大家开玩笑说 我说不怕别人家的猪 拱我们家的白菜 就怕自己家一个州里面的猪 互相拱白菜拱的厉害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个玩笑 但是呢 在Washington D.C.这个位置啊 旁边有University of Maryland 有Market University 有包括还有Georg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等等的 都是非常复杂的竞争的环境 这周边有很多的竞争的因素 其中其他大学 尤其在旁边的 像University of Maryland 马里兰大学的竞争的能力 Robert 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也是非常的强悍的 都在竞争的本周的学生 包括在这个位置 它的排名位置 上面是范比德堡大学 那真的是商区院开的项目 清晰的一塌糊涂 非常的厉害 包括它下面的 Witch University 又是综合性极强的大学 所以卡在这个位置 能排到这个排名 一定是它有它的因素 跟着我们一期一期视频 走下的学生或者家长 知道我们讲解视频的顺序 我们先会跟大家说 它的百度的中文的名字 它所开设的项目 本科学研究生的项目 它所在的地理位置 也是这个大学竞争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它的Washington DC 美国的首都 它的Career Outcomes 学生职场毕业的能力 以及学校整体的学生毕业的 综合的证度工资的水准 Rankings 排名 Emission Requirements 录取的条件 好吧 不要不多说 我接下来把屏幕切给大家 我们第一次要走进 Georgetown University McDonald School Business 我感觉我这期会经常口误 因为这里没有基础大学 非常的 非常的属于像 Georgetown Universi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还有是Washington University 容易混在这些大学里 我们来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入这个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Georgetown 这个键盘 真的是 这个键位跟我平时工作用的电脑 键位不太一样 然后打错字 Georgetown University 这类的 Mike.school of business 我们摆读一下 看看他的中国名字 我知道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对这个大学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他的地位置 包括他整个的大学的综合名誉 都比较强 乔治成大学 McDonald 上学 我们听听百度妈妈是怎么念的 Georgetown University McDonald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McDonald school of business OK 我们来进入他的学校的官网 来看一看他这所大学 我们今天讲这所大学 一定要拿着 他是一个20多名商学院的能力 来进行批判他 或者说来分析他 你想他的上面 就是他的 在范比德堡大学有多巧 在范比德堡大学 再往上是 Indiana University 的Katty School of business 这也是全球顶尖的商圈 Katty商圈 也是自己开设教学能力 清楚的一塌糊涂的商圈 好吧 我们进入这个大学以后 发现 发现一个什么现象 在我的笔呢 在这 发现在 Washington D.C.这些商圈 基本上都是以蓝色格调 蓝色的 因为商圈一般都是蓝色 他用的都是深的 而且校圈非常的 嘚瑟啊 就设计的非常好看 包括整体的一种感觉 就给人感觉一种 就是 比较那种感觉 反正华盛顿D.C.这几个 就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这几个大商圈 做的都是清楚的 一塌糊涂 我们来看看这个 Entergraduate 他开出本科的项目 我们今天呢 分别跟大家说 他开出了本科项目 他开出了MBA的项目 以及他开出了两个 Master 三个Master Degree 一个是Master of Art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国际商务和国际政治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金融学 这硕士 以及Master in Management 一般Master of Management 一般都是针对本科 不是商学院背景 或者想进行一个 职场的切换的 我们到时候说 然后再具体说 我们现在看他本科 开出项目 其实这个本科项目 这个多说两句 一般来说 对于前三十的商学院 来说 很多商学院采取的是 不开出本科的项目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认为 本科是一个基础成功的效应 所以他们没有必要 开出太多的本科的专业 那么在这里 在Georgia University 他开出了本科项目 那就一定 他会做得非常稳的 我们来看一下 Andra Gradu Dean Suwakam 这是他的本科的校 院主任 Ding OK Patricia Gradvd 我们来看看 他开出的专业 其实本科啊 他又想开好 其实挺难的 因为本科学中太多 而且不可控制性因素太多 而且很多教授 不愿意去教本科的商学 尤其在商学教授里面 所以说我们看吧 我看看他开的怎么样 先看他开出哪些专业 岛上不够清晰 这major去哪儿了 这儿呢 Academic Student Experiences 学什么项目 然后我们看看 Global Programs 可以啊 反正在Washington D.C.的 就白宫的 白宫旁边这几所商学院 都特别注重这个词 叫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化 非常非常的重视 这个国际化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首先在那个地方 他有很多的政治性因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其他的旁边 这几所商学院 像Markin University University Maryland 都是非常注重 国际化的人才的培养 所以他们也依旧 压得非常的清晰 就是国际化 我们来看他开出专业 First Year Selford Juniors 我们看Crickums 他的开出的课程 Labor Arts Course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我有好几期视频没有说这个了 再跟大家温习一下这个概念 假如说这四根笔 是大学的美国大学 包括Canada 包括澳大利亚等等的 一般来说 大学四年制大学 你们开出的四个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大一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在业内 我们开玩笑说 教你怎么做人 什么叫教你怎么做人 这是个玩笑 其实意思就是教你怎么做一个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是大一所开出的课程 一般教你 比如说你可以学一些 心理学的课程 Psychology Sociology 社会科学 人类学 Humanity Art 艺术等等的课程 发现你的兴趣爱好吧 大二的时候 我们一般引入商科 介绍性课程 比如说Microeconomics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Accounting 会计学等等的 都会设到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商业教育学等等 大三的时候 会开一些商科的 Fundamentals的Courses 比如说商科基础型的课程 这时候我们又开了个玩笑 说教你怎么做一个 无恶不作的商人 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就是教你本科的一个 商科的Fundamentals 基础型的课程 比如说这时候 大学一般会开出 比如说 都拿几根笔 比如说每根笔 代表一个专业 当然了 这个开出专业 根据商学院自己的选择 一般是Marketing 市场营销 Finance 金融学 Accounting 会计学 Management 关键学 Operation 运营学 有时候随便还会开个什么 比如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等等的 会开出这些课程 当你在各个领域上面了解商业 其实昨天的Rash University 有一个词用的非常好 它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Fundational的 就是What is business 什么是商业 接下来呢 是Functional 就是How business works 就商业是怎么运转的 什么是商业 就告诉你在商业里面 OK 商业是怎么回事 比如经济学啊 等等的 管理学等等 然后接下来是商业怎么运转的 商业怎么运转 就分为Marketing 市场学啊 运营学啊 随便上公共链啊 等等 一般离不开这两个 这是打造一个商人 在大三的时候 大四的时候 是叫Major Concentration 是你的专业的 你的那个点 让你走得非常的深 就是你比如说 你如果学Finance的话 你可能会了解到 比如说Investment Banking 投行啊 Portfolio Management啊 这个投资的资产 资产的管理啊 包括个人投资账户管理啊 等等的 这些是在你的 在某个领域上 你走得更深 我们一块儿现在就来看 Georgetown University 它是不是这么开的 应该基本上99%开车 本科的商业都是这么开的 因为它很难开出花了 因为我再说一遍 本科的不可行 控制性因素太强 但是呢 它既然都排名这么高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开的 首先大一的时候叫做 你看Labor Arts Course 就是教你怎么做一个 受到高种教育的人 比如说Micro 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 Micro 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 然后 Writing Requirements 一般就是写作的能力 然后Business Communication 就换了个说法 Diversity Courses 一般就是了解文化 包括国际上的Diversity 就是种族多样性等等 Business Core 商业的核心的课程 这一般是大三的 比如你看它开出的 会计学第一门课程 第二门课程 According 1 According 2 Business Law 商业法 Statistic 统计学 Business Financial Management 金融学 Marketing Principal Marketing 市场学 Manage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管理学和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就是公司的企业的员工的 运转等等 或者行为学 Operation Manager 运营学 Adding Vitals and Business 道德 商业道德 Strategic Management 管理性战略 OK 接下来它开了 你看 这George 这是大三 接着到大四了 major course 就像我刚才说的 George Hans Macduck School Business Offers 7 Majors 它的本科 开出了7个本科的专业 分别说 According会计学 Finance 新荣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Economy And Business 国际商务 或者国际政治 国际商务 和国际政治 是不分家的 道很简单 在国际上面做生意 一定要对政治敏感 就比如举个例子 就前两天 前一阵的香港NBA 那个事情 就是NBA那个经理人 就极度的缺少 国际的政治的敏锐度 你想 他怎么想 NBA 把一个 把一个 在 把一个那样的一个东西 搁到香港 然后说出那样的 让人不能接受的话语 你觉得他有国际商务的敏锐度 国际政治敏锐度吗 所以说 就导致了NBA受到了巨损 对不对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这是国际商务的区域性的学习 比如说你可以 Focus一般来说 大学开着这个专业 就是关注在某一个地域 比如说你可以学习非洲的经济 那Tiermark 拉丁美洲的经济 North American 北美的经济 一般在北美很少学北美经济 然后一般学Asian 比如说 在亚洲 那么就是一般是学习中国的经济 因为中国现在是亚洲的第一代领转 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Management 管理学 Marketing 市场营销 这商科的四大基础的领域之一 Oper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运营和新极化管理 新极化管理一般就是 Operation 其实这个你们注意看 它有一个Operation Analytics 一个和Oper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这个很有意思 Oper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是新极化管理 一般是偏向于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新极化管理 Operation Analytics 是运营 一般可能会设教 Spring上和数据化运营 给你一些点 它开出了七个专业 可以说这七个专业 你们可以看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性 就是International这个词 所有在Washington DC 在白宫的这些商选 都有这个倾向 包括Market University 包括University Maryland 包括其他的 就是在Washington DC 其实Washington DC 很多商业 有不一个点的 都有这个倾向 都是偏向于国际化的 International 因为它毕竟是 它在那个地底位置 所以你看 它看到两个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为什么说这个倾向性非常强 在美国很多顶线的商务院 都没有开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科 我说的本科 所以这个倾向性非常强 这些专业 我就不一个一个打开开 它开什么课程 我之前录了 在视频库里面将近有300多期视频 有一系列的视频 将过20多期的视频 分别讲了这些本科 哪些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做什么的 包括未来的职场的就业发展方向 我在这里就不会每期视频 再进行重复了 来讲这些 每些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唯一目的告诉大家 这些专业都看什么 就是告诉大家 这些商务院都开受了 哪些专业 不要被国内的很多不良的中介 进行忽悠 因为你一旦签了保底协议以后 从他们的商业管理和风险 管控的角度来说 他们要让你进更简单 能进了大学 更简单能进了专业 这就为什么 我在美国看到了很多学生的悲剧 去本科学了个交流学 或者manage 当然你如果喜欢交流学 OK go for it 你可以去学 但是有些人是不知道 什么是交流学 结果到美国上线学了个交流 却是错失了自己人生 有很多机会 是非常不道德的 拿你今天手里正的资金 毁了别人家孩子 别人家孩子一辈子的前程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一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睁开眼睛 看清楚都 看了一些专业 自己做选择 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 你的专业应该是在你自己选择里面 我在美国还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的学生 上完大学四年以后 发现研究生想换一个专业 我说那你为什么想换一个专业 中介当日给卷了 然后我说 那你为什么换一个专业 妈妈当时告诉我要学这个专业 我说你不喜欢学 你为什么不说呢 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 自己做自己的职场的主人 好吧 minor是你的选修型课程 好吧 这些课程我再重复一下 他开着本科的课程 accounting会计学 finance金融学 这两个都是上科的两大 四大基础型专业里面 其中两个专业 accounting会计学 会计学更多的是 如果你对数字对金融敏感的话 学会计学或者金融学 会计更多的是看了公司过去的发展 金融更多的看了是公司 未来的投资的发展 或未来的走向 你如果你对国际商务感兴趣的话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和国际商务 management 这些上科四大领域之一 管理学或一般叫 sales management 销售的管理学 一般管理学和销售 都是了解什么是 what is business 就是商业是怎么运转 marketing 上科的四大领域之一 如果你对市场感兴趣的话 或对你 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 只要你走出你的家门 你就是角色在不同的进行变化 在家里都会变化 你对于你弟弟 如果你家里有弟弟 那你是哥哥 对于他的角色 你在你父母里面 你是规律或者儿子 你出去到公交车上 你是乘客 你在比如说 你在餐厅里面 你是使者或者消费者 对吧 你的角色随着你的场景 而进行变化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学习市场学 这个商科你们四大专业之一 接下来就是operation operation开了两个分支 其实这四个 前面这四个 是商科的四大专业 就是accounting finance management marketing 这两个是 因为他在Washington DC 所以他开了国际 偏向国际商务这方面 然后operation运营学 其实这两个都是相似的 一个是information 一个是运营学里面信息 一个是运营学里面分析 好吧 不再浪费时间说这个 我们看一页 找到他的这个 多少钱吗 看看 本科 没说 又让你去这个 去其他网站上去看 看这应该行 admations 看看有没有admations 录取的条件 and the right away academic with and the right academic stervations bomations 我们来看看这个 他这个本科项目 开的还可以 看多少钱 真够贵的 一年7万9000 接下来一年7万8500 这个大学真是够贵的 不便宜啊 一年7万多美金 7万6000 天 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贵 washington dc租房子非常贵 就华盛人特区 那个房子也非常贵 人者兼职 人质者兼职吧 毕竟本科的投资 回报率还是可以 intergraduate global internship 本科的国际的 internship 会带你去别的地方 去做一些别的国家 去做一些实习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强的 本科能够看到的项目 但是对于25名商界来说 它应该是具有的 就是你可以去别的国家 做一个实习等等 这个还是不错 intergraduate student experiences 看一眼 本科的学生的一些机遇 比如说学生的学校组织啊 然后Vegos with Dean 跟Dean一块吃面包 Sounds really Democrats 听到就非常的民主党 就是跟Dean一块吃面包 华盛DC嘛 也正常 看还有去 你看这是去非洲了 去做一些实习的项目 可以 本科项目开的文达文 非常的扎实 还是不错的 奖学金 有能力的 我还那句话 我其实很支持越来越多的华人 拿着老美的钱 老美的奖学金 去读老美的大学 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反正一分钱不花 我们来看看他开车的MBA的项目 这也是一个商圈最有实力的体现 所有的商圈 他会把重点搁到MBA的项目里面 因为MBA将影响到商圈的排名 和学生整体的质量 包括商圈的口碑 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商圈的能力 本科我就说完了好吧 我每次视频没有花太多时间来说本科的内容 因为本科其实都比较基础 如果研究生是一个学生 如果你的家长看这期视频的话 那就是你的孩子 如果你看这期视频的话 你作为这个学生 如果研究生是你的最后的最终学历的话 其实本科没有那么重要 在哪里学 我看一眼MBA Experiences上的课程 嗯 豪轰上来给 看来这就非常自信 Employment Report 很多大学把这个藏得非常的深 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业的能力 包括就业去哪些公司 他能这么豪轰的搁到官网上面 那就说明他这个做的应该是不错的 我在没有看之前 我先跟大家打招呼 排名50名左右的商区院应该工资 挣到平均毕业工资 应该挣到10万美金是合理的 就是毕业以后 应该入职就达到10万美金 很多在国内的客户看到这期视频以后 就会说哇 10万美金一年起薪 毕业以后 对吧 哇 国外的月亮好圆 我跟大家说 不是国外的月亮很圆 有很多垃圾的商区院 毕业以后只有起薪 只有5万美金 不是国外的月亮圆 是人家孩子努力了 这是全球顶尖的25名的商区院 有你知道 我老录视频 我老说这句话就很扎心 但是我这人说实话吗 就是 我们要尊重学术 人家脱颖而出 孩子在背后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他都能考进这样的商区院 那 他确实从这样商区院毕业后 如果前25名的商区院 平均的毕业工资 应该能达到12万美金 这是合格的 那么起薪就将近上百万人民币 确实可以的 你想想多难他能进去 我老录一些顶尖大学 包括芝加哥大学等等 像沃尔顿商区院 包括 斯坦佛的商区院的时候 很多 我老说这句话 就是吃瓜群众算多数 但是真正这些顶尖的商区院 一年 每个国家 录取的学生是非常少的 所以他是通过努力 进来这个商区院 自然他挣得多 也是很有道理 我想说 我们应该停止说 国外的月亮圆这种 没有意义的话 更重要的是 你如果付出努力 你有本事全奖 去读美国的大学的商区院 有本事去拿奖学金 这些奖学金都是开放国际生的 没有一个大学在那写的书 我们的奖学金不提供中文 没有 而且我知道的是 而且我的很多客户 包括我自己都是 拿的全奖 读了美国 第一第二的商区院 然后 花老美钱去读老美的学校 然后你有本事去再挣10万美金一年 那是你的本事 而不是说只是在网上喷说国外的月亮圆 这种话 没有意义 好吧 改变你人生历程的人 只有你自己 你在网上喷来喷去的话 改变不了你人生的道理的 你如果没钱 可以啊 努力考出分数来 全奖去读商圈 我很多客户都是全奖读的美国商圈 我这样的人值得我尊重 OK 我们来看看他MBA开售的课程 MBA Academics and Cricket 我刚才说那些话 就想把很多人的心态把它摆正 就是说 我们这件事情是可得性 可以做成的 你可以全奖去读商圈 你毕业以后依旧可以赚十几万美金 对不对 但你要付出努力 当你在地铁上听歌的时候 别人在地铁上流着汗水 听着英文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差距拉开的 非常重要一点 Full Time MBA的Program 全职MBA的项目 我们看看他开售的课程 好吧 So Complex Courseworks Experimental Learning and Case Method Georgetown MBA Curriculum 就介绍自己的项目 来看看他开售的项目能力 这是他的整个的MBA的课表 我们来看看他是两年的项目 一般MBA如果是两年项目的话 那么在第一年的时候 他会教你作为一个管理型的人才 就像我刚才说的本科 你记得我刚才说的 每个方向的课程会学一些 比如学一些什么是金融学 学一些什么是市场学 学一些什么是公共链学 OK 那些是本科 那么到研究生第一年 一般还会把让你再会学一些这些 由商学院进行挑选的 叫做Functional and Foundational Courses 这两个词 Foundational是教你怎么做一个商人 Functional是商人是怎么运转的 到了研究生的级别 让你作为一个管理型人才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不可能作为一个管理型人才 你去做金融战略的时候 你不知道市场是怎么运转的 你不可能做市场专业的时候 你不考虑公共链是怎么进行运转的 所以你必须要每个学科学多一点 那么其实这个跟一年 我把这个屏幕切过来 其实这个跟一年的项目 有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 MBA工商管理的硕士 是让你在每个领域 如果每个笔是代表一个学科的话 每个领域学一些内容 我之前在国内有一期电视剧 我很小很小的很小的时候 看了一件事叫贴士中 还有技巧的 里面讲一句话 合身说的句话非常对 就是说你可以 不会 但你不能不懂 这就是MBA跟一年硕士的区别 一年硕士 商科的硕士 可能在某个领域让你学的非常的深 比如说如果是数据分析 那甚至你可以会用Tableau 或者R Payson SQL 来研究数据怎么分析的 但MBA是管理型人材 他可能不会使用这些数据分析软件 但他一定要懂 这些分析书数据的软件里面 给出了报表 我们怎么制定是赚点 这就是MBA跟一年硕士的区别 所以我们把屏幕再切回 我把这个概念先讲清楚 那么第二年 他MBA是允许你在一个领域学的更深 加强你在某一个领域 更深的一个人材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开设 好的顶尖的MBA项目呢 他第二年选择性的专业 选择性课程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看你的这个项目 第一年呢 比如说你看 我把这个放大点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这个截屏 我把它放大点 秋季入学第一年 首先呢 Leading team for 这什么 Professional Impact 是不是 还是Professional 我不知道这个简写是什么 就是怎么带领团队 包括Organization 公司运转的 然后 Excuse me 然后第一年会学Structural Global Industry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 他上海第一门课是Structural Global Industry 上海学 这个大学首先第一门课程 偏国际化的课程 一般MBA的课程 第一门课是Financial Accounting 金融会计学 但这个地方学的是国际的工业的组织 说明这个大学非常偏向国际化 或者国际战略 Financial Market and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这是金融的市场 包括公司的角色能力 Marketing Analysis and Customer Strategy 还有Manager Statist统计学 你看 注意看这个课程开的 这些核心课程没有偏向金融去 而偏向的更多是市场 国际 因为国际战略其实跟市场是有关系的 说明这个大学的倾向度 是倾向于更加软性的管理的 就是学金融和 当然了 学金融也有那种 那种那种 长着肥手大耳的金融的大牢 但是 你到他 商券其实分两种 到底我们培养的是 是金融型的人才还培养是管理型的人才 到底是我们到底是管理去玩人 还是玩市玩金融 那么这个大学显然是玩公司玩人 第一年至少看到第一年 这个看到这里 就是管理性 就是坐在那里 白人大佬 就是啊 我教你怎么进行管理这些人才 你去把这个事情做 你我们市场这么做 就是美国商学院 其实交流人才的管理的理念 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还那句话 就是在美国选 在哪个地方上学也非常重要 比如你在德州 德克萨斯州 学出来的商业的管理型人才 肯定和你在加州 学出来的管理型人才不一样 你会加州我们 加州里面的很多的 很多的还是偏向民主党这一套 比如说就是带领者 我们要带领别人 而不是说管理别人 但你看德州 德州的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些商业的管理模式 为什么 因为教授他愿意生活在那个州里面 那个地方 他就一定是偏向于那样的管理 他教出来的整个潜移谋化 受到那个商业的氛围和那个管理的模式 是有区别的 接着看 接着看第一年下半期期秋季 春季会教的是 analytical property savings 分析的能力 你看firm analysis strategy 你看又是偏向市场 公司的战略分析 公司的分析和战略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带领力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这是会计学的课程 ACCT 然后接着又学了你们 ACCT accounting的课程 financial analysis and merc for management and investors managers and investors 对经理人和投资者的管理 公司的分析和市场 第二年 第二年ethical leadership 就是带领力 然后business policy global economics 国际的经济学 包括是经济学的一些政策 等等的跨国企业一些等等 然后是elective 接下来都是选行型课程 international travel 你看非常注重国际化 这家公 这什么这家公司 这也是个公司 就这家商区院 international travel 带领去别的地方 去做管理咨询的项目 global business experiences 国际商务的 国际商务 或者国际商业运转的经历 等等的 非常偏向国际化 通过这个课程的设置 可以看到这家大学 非常偏向国际战略和国际化 我们来看一眼 他的elective 就他这些elective 是像我刚才说的 第二年 你可以选一些你的专业型的课程 你的专修的课程 我们来看他开的怎么开的 在这个地方下面有 哦 他这还有steam designated management 就是毕业以后三年的OPT 我们看哪些哪些的management science major ok 他的专业里面其中一个专业 就MBA 之前有一个学生在YouTube上问了我 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MBA这些项目有没有有些MBA是有三年OPT的 或者steam就是三年工作经验工作许可的 和steam designated program 我说那样MBA直接MBA有STM的 基本上是没有了 我没有见过 但是MBA里面分支里面 是有STM designated 一般是像financial analytics 或者science专业里面的分支是有的 依旧你毕业以后有三年的工作的许可 这对于国际生在美国找工作 或者在或者在加拿大或者澳大大 It's very important 包括英国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统STM的 你要上满12课程 你要符合美国的移民局 就是department homeland securities 包括department education 同时给出来一个STM的认证 这个资讯自己的律师 好吧 Your MBA study will begin with a week long courses 然后巴拉巴拉巴 然后首先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MBA刚开始叫orientation 一般大学叫做 就是前期的一个组织 前期的一个培训 这个培训 当年我因为我毕业全球第一的管理学 当时我们那个学校就是说你培训 你有一个学生请假 当时就很严肃 你请假可以 你跟着下一个学生补上 你不补上 不给你毕业 到底可以起来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锻炼人的 包括其实这个国际生 一般大学是不允许跳过的 你要跟那一届的人 当时我们就一周的时间 就跟军训一样 早上七点钟起床 六点半开始 七点钟 六点半起床 共用早餐 七点钟开始第一门 就开始锻炼人 就巴你层皮 为什么就是要巴你层皮 让你的思维 思想 因为MBA 这个整个过程 这种顶尖商 MBA是非常难的 所以第一周就要把你 首先就像军训 要把你的思想 把你的价值观 把你的能力 带着一种极其刚 绷得非常紧的一张线上 早上七点 一只活动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睡六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起来 接下来进行训练 在这期间里面 就会有商业谈判 队伍的组建 包括一些活动 讲座等等的 累的就像一只狗一样 但是当你过的那个过程以后 你会发现 你跟所有这一届的人 都达成了一辈子的 很好朋友关系 这商业应该有的 这点不光在美国商业 法国的英国的很多商业 都有这个现象 都有这个活动 接下来是 Courses核心的课程 你看教你 就是第一年 教你做一个商人 比如说 Leading Team Performances 就像我刚才说的 County Fundamentals 会计的一些基础性课程 金融基础性课程 市场的基础性课程 Customer Strategy Market Analysis 市场的分析 包括顾客的一些 顾客营销的一些战略等等 Electives 就是你的选秀的专业 你看都开了哪些了 有70 courses 70多门课程 可以选择 并不是很多 我们之前看的Rice University That's that 有超过100多门课程 你可以进行选择 Accounting会计学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Lots for Managers 包括经理的一些法律 会计法律 Tax 和商业的战略 税收和商业战略等等 Finance 金融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金融学里面的 MBA的课程 看这个MBA能力怎么样 看他金融学课程分支里面 开的够不够深 我们来看 看他开的怎么样 Risk Management 风向管理 这个还是可以的 Financial Marketing Crisis 商业的市场和商业的危机应对 金融危机应对 Hedge Fund Investment Investment Analysis Private Equity PE都来了 Valuation 最终 这个金融项目开的是可以的 有实力的 Marketing Marketing里面分三种 一般是Consumer Brand Extension 品牌管理 Consumer Behaviour 客户的行为学 包括什么 Copering Marketing Strategy Marketing市场战略 其中还包括Marketing Service 市场营销调查 Advertisement 广告 我们看见这个Marketing 开的怎么样 Advertising Strategy 好包含了Consumer Behaviour 包含了Global Marketing 全球商业战略 Neverage Social Media Stricted Management Marketing Research 看的也是非常稳 Management管理学 管理学找MBA 是看他看的 有没有开管理咨询 Management Consulting 看见他是偏这个去了 这里面并没有涉及到 更多的是管理公司内部 你看Medications 和Leadership Management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 Operation 运营学里面分 一般分两种 一个是运营Operation 另外一个是Supend Chain 雇用列 包括有些大学会引入一些 Data的想法 就是数据的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引入 Pri-Data Virtualization 这个是偏向数据化的 这个运营 Data Virtualization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 然后 Regression Analysis 这都是很难的课程 Supend Chain Risk Management 这个供应链开的也是非常的稳 我们来看一下 Strategy 战略学 如果Manage 如果他开了 但我还没有看这个项目 我也是第一次要跟大家看的 如果他开了一个战略学Strategy 他又开了一个管理学 Management 那他有可能 Management是公司对内的 而Strategy的战略学 是公司对外的 因为像这种顶尖的 尤其这种 这种大学 偏向国际化的 一定是培养的 是Management Consultants 管理咨询的人才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地方看的是怎么样 Antitrust Business Strategies Game Series 也是博弈理论 Peer-to-peer economy Threative Loung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y Pricing Strategy Bounce Market Lean Startup 这个偏向于公司 发展新的公司的 起公司的一些战略 比如说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学 可以的 Intens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这是 这也是在MBA里面 非常重要的 就是学生 在MBA里面的 整个的体验 你看 Business of Waters Business of Lobby 美国贿赂是合法的 贿赂这些政客等等 让他们去做一些自己的政策 Data Virtualization 商业的数据化 Iseq Business Mutual Funds 可以说开的可以 Strategy Stratos 可以 这个项目开的非常的稳 而且新 而且网站上思维非常清楚 没有那些有的没的 移动下来 把这个MBA整个事情 说的清清楚楚 OK 我们来看一眼 这是MBA项目 跟他说完 看了什么课了 我们来看一眼 他这个 他整个的员工 毕业以后的能力 包括我们接下来看 他这个MBA的Mations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 整个没有看到 整个录取的条件在哪里 可能他是搁到 统一的一个页面 我们先来看 学生毕业以后的 工资的水准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报表 但是我提前跟他说 如果他没有达到12万美金的话 他是不合格的 对一个25名的商业来说 我们不能拿到25名商业 去跟60名 70名商业比 对于50名左右 或者30名 40名左右商业来说 10万美金 是学生平均毕业以后的能力 那对于25名商业来说 他的下面的 Rest University 也达到12万美金 我们来看看 他到底能不能达到 我们来看一眼 MBA的学生 95%的学生 三个月之内 拿到的工作 这是非常平均的 国际生达到92% 美国达到96% 这个没什么好 好哄的 或者没什么好骄傲的 这是很正常的水平 25名商业 应该达到这样的水准 如果没有达到95 的话 那说明他有失水准 平均工资12万 124,119 12 换成中文的技术单位 四位一技术的话 就是12万美金 4,119 国际生是12万 美国人是12万 基本上合理的 签合同那一瞬间 给的奖励 就是额外的奖励 就签合同给你们补助 比如3万美金 还是合理的 这这些这两个数值啊 就属于达标或者优秀了 就是就是OK的 25名商业该有的态度 12万美金 再加上3万美金奖励 也就是说第一年 基本上一入职 就能挣到15万美金 这是合理的 看一看 Intership 平均的平均的实习工资 100%的学生拿到的Intership 这是非常重要 100%的学生都有实习的经历 7668美金一个月 这是合理的 8%的实习来自于学校 这些是可以的 你看它主要去的 function consulting 它里面有管理咨询 所以这个大学 非常注重管理咨询 它的整个的项目 都是偏向管理咨询 包括financial accounting 会计选里面 做得非常的稳 我看你之前的那个工作 里面有没有写Industry 看一看 这儿 by functions 看到 这个放大点快看不清楚 只能 只能放小 天 consulting industry 13万美金 管理咨询 我给大家念吧 这个地方去挡住 我把这个屏幕 把自己关讲 大家看一眼 consulting管理咨询 13万美金 然后healthcare 医疗方面12万美金 金融finance 12万5千美金 平均工资 functions 又是37%的学生 去了consulting 管理咨询 13万美金 33%学生去的金融学 快递学12万美金 这非常稳的 顶尖的商券 应该是管理资金 加金融 加减应该超过 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的出路 这个地方加减 将近达到70% 说明这个大学的商券 教育质量和业内的口碑 是非常的稳的 非常稳的 这个要点个赞 这个实话实说 这个大学做的是不错 可以 没了 减减一干 给出的项目非常稳 可以 所以项目 这个项目应该比 Rest University做得稳 因为我昨天讲了 Rest University 我这么一对比 都能感觉到 OK 这是MBA的项目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 他的MBA的录取条件 其实对于这样 顶尖商量来说 录取的 我希望更多了 中国的华人 或者中国的学生 明白这一点 就是 真的不是成绩 作为主要因素 而你的个人背景 在申请MBA 里面是作为主要的因素 很多人 不要应试教育的 只是不断的去考成绩 考分 都没有用的 看他都需要什么 需要 GRE和GREMAT的成绩 大家可以截图 我就不再念这些 不再念这些 这些实践了 你要想 什么时候申请 这些日期 都有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你可以截图就行 给大家看一眼 GREMAT和GRE成绩 Transcript成绩 单 I-C 你可以找我来帮你 准备这I-C 我跟所有的中国 你们看到中介 这个 我因为我也不是中介 你们看到都是不一样的 我是就坐在你面前 跟你一块来准备这篇文章 你说什么 我了解你 了解你的故事 然后帮你来准备这篇文章 我的所有的学生都被震惊到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实力 包括自己写了一本书 你 我其实我先说 先说这个文章的事情 有20多期视频 教大家一步一步 怎么写文章 你可以先看那个 那些都是免费的 当然如果你想找我的话 我也可以帮助你 接下来就是RiseMe简历 简历 我是做全球人才职业管理的 包括这个全球人才站内 我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卖了成千上万本 卖的非常好 这是顶尖的出版商出版的 而且在业内应该是第一本 在教国际生全球战略 里面讲到了 国际化的人才 包括social dimension 我们跟西方人 你们的行为的差异 思维方式的差异 和一些 一些交互方式的差异 包括我自主提出来的 DAR的面世的战略 总结了我这三到四年的工作的经验 包括你们实现了这些学生 你们真实场景的模拟 大概有20多种到30多种 真实场景模拟 以及 在第六章里面教大家 怎么写简历 怎么写cover letter 求知信 然后怎么找工作 找实习 包括在 国外职场 或者全球职场里面 我们的职场的核心的胜任能力 以及未来的全球人才 发展的展望 这本书是R3 叫Hired for Skills Fired by Cultures 如果你在YouTube看的这期视频的话 这本书就在YouTube下方 现在国内只能买到Amazon Kindle Versions 就是电子版的 这是我学生告诉我的 但是在国外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等等的 只要是 当然了法国说法语 但是一般来说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包括日本都有销售的 全球 线上线下 包括在美国 Amazon 沃尔玛 线上线下 都有销售 大家可以去找 包括你学校 有些学校书店也有 叫Hired for Skills Fired by Cultures 记住这个大光头就行了 很简单一点 Recommendation letters 等等 因为真正的 做MBA的战略 包括MBA的 这些申请的线 包括本科的申请线 是要求一定经验的 如果很多国内的中间 如果这些自行老师 连中国大门 都没有踏出过一步的话 他很难做到 写出来 国际化人才的战略的文章 你自己琢磨吧 国际 然后英语的语言成绩 一般来说 都是要托福100 亚斯 亚斯7分的 你看托福100 其实真的 这些成绩没那么重要 我再说一遍 在人才申请里面 成绩没那么重要 为什么 很多中国的文章 觉得成绩很重要 是因为很多中介的 他的一些行为 就比如说 他中介如果没有申请到大学 他不找你自己的问题 他骂学生 他说你托福 为什么考虑104分 人家就要100分 你考虑104分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就说 你看看谁谁录取的 这都117分 同志们 芝加哥大学全球顶尖的 第一第二的商学院 依然录取了GP2.7的学生 依然录取了托福 成绩没有大大学生 成绩真的不是在这些硕士 商科硕士研究所里面 看的第一大因素 而一个个人的能力的背景 包括你实践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的带领力 你对美国文化的理解 这些是非常重要 你对全球经济的理解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点 如果你在文章里面 写不出来这些点的话 你真的很难被这些大学录取 我的很多学生拿的拳奖 拿的奖决金去读这些大学 你自己细品吗 我根本不需要做广告 因为我自己写的本书 好吧 class profile 看看他录取的学生是怎么样 一共有1362分的申请人 然后其中275个学生 是被录取的 然后女性占的30% 平均年龄29岁 这是合格的 合格的 国籍生占的30% 国籍生应该占到15%到35% 有些项目国籍生占到了80%多70% 那种项目我就觉得不推荐了 因为种族多样化 不是说一个班里面99%的都是国籍生 有一个大学真的99%的国籍生 不是说99%的国籍生 然后其中一个班里30个学生 27个都是中国人 然后再找个华人教程 那是干嘛的 那不是你去北大读不香吗 对不对 Work experiences 2.4年到7.9年 这也非常的稳 平均5年经验 这是非常稳 这做的都是合格的 平均GMAT的694分 平均GPA3.3 GPA有点低 所以说成绩真的不是主要的衡量学生因素 平均GMAT694分 这是FlexNBL 这是另外一个不太涉及的国籍生 然后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看看他的开设的唯一的两个三个一年的硕士项目 我们快速的看时间因素 这个呢 是现在很多大学有这种国际化的这种商业会开的 叫Math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国际商务以及国际政治 这个课程一般重点就是带学们去别的国家去做管理咨询的项目 或者去在别的国家体验国际化的一点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项目一般比较软 这家的都是软性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课程 我们来看一看 Academics We have courses 那开始什么课程 首先呢 Introduction 哦 你看他带你去各个地方 你看 哇 这个项目可以啊 现在Washington D.C.上课 先上了什么是全球经济 然后国际经理的Manset在Washington D.C. 然后Strategy的国际商务的 它分为六个模型嘛 就模块 然后Business Strategy 国际课程还是在Washington D.C. 然后接下来带你去越南 Ochimmy Cities 这个Vietnam 去越南 然后接下来带你去 Frankfurt 这个德国 然后又回到Washington D.C. 就是带着学生走一圈 现在很多大学其实开了这些项目 就是带你来回 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进行实践 这个还是值得选择 如果你对这个国际商务感兴趣的话 这种实践性偏强的 如果你的国际商务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选这种实践性偏强的 国际战略的这些学校 这还是可以的 这个这种项目 一般看着学生的经历 一定要带学生去各个地方去做项目 而且因为在国际商务里面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并不是课程 课程也要偏向国际战略的课程 截止日期 大家可以截图 看一眼这边是截止日期 想中的话可以攒清视频 然后截止 好吧 这个项目就不过多讲了 在这个业内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说国际项目 如果你的国际项目感兴趣的话 你知道其实记住一点 就是这个项目一定要国际时间挺多 带你去各个国家去做项目 去实践 OK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项目 这是finance 一般商务会把金融学和会计学 单拉出来一年项目 因为金融学它的深度太广 所以MBA有时候可能会设计 教不了那么多 会计学那种他自己哪一套 但这个大学会计学并没有单拉 会计学有他自己 因为这个大学重点不在这 重点在于国际市场国际战略 我们来看看他的金融做的怎么样 我深度怀疑他的金融 也是偏向于国际金融战略 我们来看一眼 comprehensive career-driven curriculums 然后 opening residences 然后financial market 金融市场 金融会计 corporate finance 金融 economic corporate valuations small data big data financial steam analysis 开的比较中规中继 我并没有看到太多偏向国际化的 可能没有看到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的战略 比较比较 属于可能是偏向于给美国本土 或者华尔街 那些方向 或者包括巴士顿DC 纽约 培养金融型人才 所以并没有看到太多的 太多的偏向国际化 比较稳的一个项目 最后一个master management 管理学的硕士 这一般针对的是 本科非本科山科的研究生的学生 了解商业 哎 这个项目是10个月的 还是STM designated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项目以后 可以在美国三年的工作的时间 这还是做 这还不错 比较信用国际上 这个课程一般management 课程比较软 就是各个方面 就是一般是MBA第一年的课程 这边教的都是MBA第一年课程 教你怎么做一个管理性的人产的商人 看见都教什么课程 你看这是MBA第一年课程 leading teams 一模一样的名字都没变 market analysis consumer answers 对 你看各个方面 比如说你看学一些金融啊 学一些数据啊 学一些运营啊 学一些国际商务啊等等 学一些法律啊 学一些怎么创业啊 怎么管理团队啊 一般这种项目是针对于 比如在美国公司 你要你要往上爬的话 有时候他要一个硕士的学历 那么这这种学历一般就是 增加你的商业免实度 作为一个研究生级别的商业的学历 这种一般比较简单 随便看一个这一年项目的emissions 录取的截止日期在这里 大家可以截图停了视频 学费呢是 5万5 STM designation 好吧 我给大家看完了所有本科和研究生的项目了 我给大家做一个中期的总结吧 评论接管 到现在为止呢 我跟大家介绍了Georgetown University的乔治城的大学的 这个麦克唐娜叫什么商学院 它的百度是多名字 它所开出的项目 本科研究生项目 可以说是开的非常的稳 双项都非常稳 本科稳 年轻生也非常的稳 包括location还没跟大家说 接下来跟大家七个大屏幕 给大家看个Washington D.C. 为什么它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经济体的一个中央点 Korea Outcome 职场的毕业能力和学校reputation 学校名语 非常的优秀 平均学生毕业12万美金 这个是顶尖商圈所有水平 前世商圈基本也就这样12万美金 然后给出来了3万的bonus 3万的 低自行奖励也是非常稳的 这个基本能力跟芝加哥大学是一样 芝加哥大学可是全球基本前五的商圈 所以说做的非常的稳 Rankings排名跟大家说了25名 Ambition requirements录取条件跟大家说了 接下来我把这屏幕切过来 给大家看一眼 华镇的DC的样子和这个大学的样子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对比一下旁边的几所大学 我们先看你这个大学找什么样子 哎 先把这地图打开 什么一会儿又找不到 excuse me 大学都用这种蓝色和金色 哇这个大学好漂亮 这个商店 这应该新楼这样的一件 每天讲视频的时候我的状态就跟我今天喝的咖啡的量是有着职业 关系的 今天状态还行有时候录视频的时候 就是咨询了六七六个小时候八个小时以后 天啊再去再去录视频证有了说话都说不上来 看这大学长的样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 Georgetown Georgetown University 哇大学长得好看得很啊 这楼感觉很有历史 这有个学生跟我说叫什么哥德式古堡建筑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挺好看的 好吧 然后给大家看他的位置 这是Washington 他就在这 Georgetown 他这旁边有多少个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我给大家看这个大学有多呢 我如果我没有口课 我把它翻译 应该就是Georgetown University 又卡 我给大家看他旁边竞争有多激烈 我每次Georgetown 老师记不得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然后再加一个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大学 然后我再加一个 And a destin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当然了 我不是 不是这么开车啊 我只是 我只是就就这样给大家 加几个大学 让大家看看这里面有多负责 你看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哎 等一下 对 不对 University 不对 University 不在哪 Cowler 在这 这个位置 Cowler 看那导航就不对 你看 这个地方说我把地图放到中等的 比例 你看就在那里面小块里面有多少顶件大学 我才没输全 所以他的竞争压力非常大 我还是开始刚才录视里面那句话就不怕别人家的主公民 他就怕自己周边 太厉害 你看就这一小片 包括最多顶尖大学 Georgetown Georgetown 然后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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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land American University可能稍微弱一点 但是University Maryland 包括George University都非常强 京东的市场非常激烈 教育资源极其的 凝聚 这个小风格就Washington D.C 还有三个州的交界处 YD如果放大点的话 这是美国地图 上面是加拿大 这是边界 下面是墨西哥 然后跟着我的鼠标这边呢 是洛杉矶 就是美国的西汉就是Seattle Washington在这 然后 纽约在这 然后这是Washington D.C在这 然后New Jersey Jersey在这 然后Philadelphia非常在这 所以这就是这一台是东部的经济体 Washington D.C就是一个首都和政治的中心 好吧 然后我带大家看看Washington Washington D.C这种大城市 其实它跟纽约有个区域你看北京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北京当然北京很繁华但是它 真正的它 但是它有政治性繁华但是上海就是纯商业性繁华 Washington D.C就是繁华它有政治性繁华 然后纽约就是那种经济性的繁华 大概Washington D.C在这边 没啥可以看看 川普的演讲 We gonna build the wall 我们要建一个墙 You're a bad reporter 你是一个差的记者 You're a liar 你是个撒谎人 没啥可以看看川普的脱口笑语也挺好的 真的好讽刺 Fake news 虚假新闻 就是个笑话真 这是Washington D.C OK Washington D.C里面基本上什么 什么都有 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北京烤鸭 或者那个老布什 还是小布什也经常去 他们家有家 Washington D.C有家 烤鸭 北京烤鸭店 也小布什也经常去那 挺有名的 我当时也特意开车去那吃了一下 我经常去Washington D.C 我经常要去费城接受采访 电视的采访 所以我就是有时候 我有很好朋友在Washington D.C 所以我老去 Washington D.C 然后 中国吃的 Chinese food 各种各样都有 大城市吗 也有些美食化的 因为它毕竟 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night club 蹦个地 夜店 各种吃和玩乐也都有 然后 酒吧 还是不错呢 包括Washington D.C的 主要的观光的景点 包括memorial的那个 今天正好是美国的节日 memorial day 就是你现在你一会看新闻 Trump肯定又去那儿背着 然后 去纪念了什么之类 明天的这个画像台 还可以 挺好 好吧我把屏幕切过来 我跟大家总结一下 时间也到了 正好一个小时 我今天分别跟大家说了 排名第25名的 George Washington 差点口误了 看见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cDonald School of Business 小处华山大学 他的本科项目研究项目 都双向都非常推荐 基本上10分的话 都能给到9.5分 或者甚至10分 做得非常的优秀 地理位置也是无与伦比的 是在Washington D.C 你在大城市里面学上线 能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接触到很多 你在小城市接触不到的 但这个真的人者见识 有些人在小城市里面会更加的感受到美国的文化 建立更好的朋友关系 因为 圈子更小 但是在大城市里面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Rankings 排名第25名 Emission Requirements 录取的条件 我也跟大家说了 其实最优秀的就是他的职场的毕业能力 达到了25 25名商卷 职场毕业能力 基本上达到了前十商卷的能力 所以说也值得非常推荐了 12万美金做得非常稳 毕业以后 入职公司上来给3万美金做得也非常优秀 这是我在美国写的一本书 叫Hireful Skills by Cultures 我再给大家看一遍这本书 这本书卖得非常好 23 Publishing 这是写着全球国际生的人才的战略 在这个业内可能只有这唯一的一本书 你们讲到了在美国 怎么申请大学 找工作 包括大学毕业后 怎么找工作 找实际等等 这是本战略的书 我不是靠卖书挣钱的 虽然我老提这个书 我提出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说你花几美元 买一个汉堡包的钱 你读一本书 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你可以改变你很多的人生的思考方向 战略 从一个全球化的人才 我卖一本书才几美分 他才给我几美分 是世界顶尖的 这个出版商 我不是靠这个挣钱 但我真的想要更多人 我希望在这个不是读书的年代 让更多人多读一读书 因为 你用一句名人的话说读书 是让人从廉价变成尊贵 最可以被承受 和接受的方式 好吧 如果你看到我的努力呢 可以希望你可以点个赞 如果你在YouTube看到这期视频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subscribe一下 输的链接 购买链接就在下方 如果你想联系到我得到我客人的帮助的话 给我发个键 我的firstname.lastname.finishcare.com 邮箱地址在这个视频下方YouTube有 如果你在国内社交媒体平常看到这期 或者视频经常看到这期视频呢 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联系到我 当然你可以给我发个键 一般我知道bdbd的话是写的上面的 头条号的话好像是在 有些地方也是有的 这是由中国团队进行运转的 OK 这就是Georgetown University McDonald Squad Busines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